今天我们录制一个这种斜角编织的方法 也就是从脚上这开始起针进行编织 怎么编织呢 首先我们拿一根线跟针 用正常的起针方法 就这样 调起来 这样 从手上绕一圈 就这样一下起两针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在右边这针进行加针 这样 一针里边加一针 这就变成两针 前头织一针 后头这套织一针 这就两针 左边这针不加针 这样就变成三针 翻过来 再织左边这针再加针 把这两针正常织 这就变成四针 再翻过来 右边这针加针 就是永远在右边这针上进行加针 每行加一针 加到二的倍数 这样呢 你的两边的加针是一样的 宽度是你自己需要的宽度合适为止 加针的位置 就是到这个位置 现在我们已经加到二十针 假设我们二十针的宽度正好是我们需要的宽度的时候 我们就要进行支这一片这边击脚的支法 这个支法 怎么支呢 从这开始永远在右边进行加针 左边这就要进行减针 那么我们继续支 右边第一针继续加针 减针呢 就从第二针开始 第二针跟第三针合并 就叫减一针 减针的方法是从底级插针 这样就减了一针 翻过来 把这三针支一遍 第一针是要支的 把这三针支一遍 再翻过来 在第一针上再继续加针 第二针支 再把第三针跟第四针并 这样 按照这个方法 把所有的针 左棒针的针都给它剪完 就是按这种方法剪 现在我们这个第二片的斜角 已经支出来了 大家看是这个方向的 如果我们想支个围巾 或者支个长方形的话 一直支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为止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它收平了呢 就是像这样一样 收平的位置就是我们 当我们这边加针加到一半的时候 两边同时做减针 这儿还就是平了 假设我们现在这个长度已经够了 我们要进行最后的这个收平的针 我们现在这个是一共是20针 那么我们前十针还是一边加针 一边减针 现在我们已经加针加到一半了 看应该是这样的 加针加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两边同时做减针 这个时候我们翻过来 减针同样还是在反面进行减针 跟我们正面减针的方法是一样的 直到最后剩两针的时候 从中间这么一插进去 两针并一针 最后这一针就收掉一针 翻过来 第一针是要支的 支到这儿的时候 同样还要继续减针 这边也减针 加针的位置还要进行减针 最后这两针是原来加针的位置 现在我们要进行减针的操作 这样 一直减到我们最后的针数没有了 就平整了 这个边就平了 大家看现在我们这个边 这儿已经是平的边了 这就是一个长方形 就可以是完工了 我会继续减针的边缘